大家好 我是天津大学的江老师 是专门研究流体力学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种有脾气的物质 它叫非牛顿流体 那么什么叫非牛顿流体呢 这要从1687年说起 1687年 大科学家牛顿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 后人就根据这个实验 就把流动的物质分成两类 一类就叫做牛顿流体 一类就叫做非牛顿流体 日常我们喝的水 呼吸的空气 还有我们见到的氧气 氮气等等 都是牛顿流体 而另外我们喝的酸奶 吃的巧克力酱 还有做火腿肠的肉糜等等 都是非牛顿流体 那么非牛顿流体有很多奇妙的性质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种 常见的非牛顿流体 这个白糊糊的糊状的东西 就是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淀粉糊 它的性质是吃软不吃硬 也可以说它是 欲软则软 欲硬则硬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把我的手轻轻的放到玉米淀粉糊里去 它可以沉下去 它很柔软 像流体一样 那么如果使劲的把它戳它一下 它就感到很硬 如果团起来这个玉米淀粉糊 我们使劲的揉搓它 大家看到它可以是一个球状 可以甚至把它搓成一个球 可是我停止揉搓以后 它马上就化成一滩水 就流下去了 这就是玉米淀粉糊 这种非牛顿流体 它的性质